老婆平常會送你這種外套嗎? 有啊,她去年有 今年生日快到了,所以我不知道她送了什麼 那有暗示她要送你生日的衣服嗎? 其實我的興趣只有手錶、車子、時尚 所以就這三個,她應該知道 那最近老婆的身體健康嗎? 很好,很好,很穩定,她很開心 我覺得公布後更開心 然後可以跟大家分享喜事 然後我覺得重點是健康,然後平安 然後希望順利就好了 當爸爸會開始緊張嗎? 會啊,我說實話是蠻緊張的 但是我都,就是身邊的好兄弟還有我最好的朋友 就是他就在那邊,就是這位帥哥 他是我經紀人,但他有三個小孩了 所以他每天都會跟我分享 我們是小時候一起長大的 所以他是比較早就有小孩了 所以他都會跟我分享當爸爸是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就,我是蠻期待的 但是因為現在我又在,我們剛剛又接了一部電影 所以我正在拍一部電影,所以我想 也是就是很,有一點矛盾 因為進入角色你想要給百分之百 那這次的,我不想透露太多 但這次的電影也是會有講到 有老婆,有小孩,然後有很多悲傷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其實應該很開心 但這個電影又很沉 然後又很多打打沙沙,很血腥 所以有時候,我不想把那個情緒帶回家 對 那大家要拍別人說 呃,還有,還有超過半個月吧 應該月底可以殺青 我九月二十幾號進組的 那老婆應該都會體諒嗎 呃,老婆很體諒 因為這個,我們這個卡斯很強大 有我,鄭仁碩,呃,莉莉仁,李康生,九孔 呃,還有一些香港的演員 那,女主角我現在先不能透露 呃,我不知道,反正看劇組吧 但是,她前幾天進組的 然後我覺得非常棒 呃,然後大家都是跟我老婆還不錯的 所以我老婆也是很支持我們 然後,還有春風 呃,春風今天是她生日,生日快樂兄弟 然後,呃,她也是來幫我 所以,呃,我老婆就很開心 就是我在片場可以跟那麼多好朋友一起合作 對於當爸爸有做什麼功課嗎 做功課啊,當然有啊,我有書 呃,都買好了 呃,對,我已經都看完了好幾本書 然後關於,就是要怎麼跟孕婦相處 呃,但是還沒有讀到怎麼去帶小朋友 但是,身邊的朋友啊,我爸爸啊,我公公啊 我舅舅,我叔叔他們,還有我岳父 都會給我很多他們的經驗 還有就是,因為每天都跟最好兄弟在一起 他,愛情當爸爸剛剛快九年了 所以,就,他就一直分享給我 所以我覺得是,他還有這些朋友跟家人在身邊 對啊 你會喜歡小孩的性別嗎 呃,這個我要尊重我老婆還有家人 我覺得到時候他會宣布 那,現在我們先 不讓你們知道 對啊,等到,等到,等到Dizzy想要,想要讓大家知道 對啊 他會做一些他也叫做你跟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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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然後我就叫我老婆,就是發給他,放給他聽,對 然後他就說,聽到我的聲音他會動,然後我就很開心 我也不知道真的有沒有 對啊 還有小明的嗎 呃,目前還沒有 但我都,目前就是叫他little one 小,little one,就是小的 就是,我還沒有想到名字,對啊 我們在想啦,在考慮是名字,但目前還沒有做決定 對 嗯,目前,目前都算是順利啊,對啊 所以他,他健康就好了 老婆現在會吵著想吃什麼嗎 還好耶,其實我覺得我算還蠻幸運的 就是,我們的團隊也,也特別照顧我老婆 我不在的時候,所以,呃,等等感謝我們的團隊,對啊 我老婆還好,她不會要求太多 對於我們常常去買東西,然後就放在家裡 所以他需要吃,他就到樓下吃,這樣子 對 所以之後的工作會慢慢的目標上嗎 呃,一步一步看吧 對啊,我還不知道,順其自然 但是我真的是希望可以多陪陪老婆 那,出生過後肯定會想要多在家吧 聽說那時候會很累,所以 那時候說不定不方便拍戲 嗯 嗯 呃,其實我們還,說實話我們 我們到現在還沒有正式開始準備 我們覺得說不定十一月再開始吧 對 會不會因為小孩要買小朋友嗎 會不會因為小孩要買小朋友嗎 會不會大小是不是很衝動 我,我知道很多new parents都會很衝動 但我們現在只是真的希望他是健康的就好 我們沒有去想太多了 我們沒有去想太遠,應該這樣說 所以,我們到現在,我們一個東西都還沒買 但反而是很多朋友送東西來 然後我們就說,先不要送 我們還沒有告訴人家是男的還是女的 所以,就會收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現在,對啊,我們就說,謝謝謝謝 但我說真的,大家先不要送 這樣子 對對對,還有一個 雖然我老婆現在懷孕 但是 對,但是就是 她有一首歌,真的 她最近有出一首新歌,你們可以去看一看 對啊,她就是一個MV 但是她後面還會再出一個 一個,一個復古的一首歌 她最近有 雖然在懷孕 但她都是為了 The Little One 她就是還在寫歌 然後她有在錄音室 所以,如果你們有機會的話 上去她的社交媒體 看一下 你現在有什麼事情嗎? 呃,接下來的 算是 她一直在寫一個系列 都是為了她 你沒有什麼 沒有沒有,我 沒有我的 是不是她 那會不會以後這個季位 就往下進去 哇,肯定會啊 但 哇,我先不要說好了 我說 我說 沒有,我說我老婆的地位 說不定也放下一切 真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還不知道 對啊,到時候再跟你們分享吧 對 好,謝謝 好